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望向娱乐》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接近中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纽西兰 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刘克燕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器》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九味露面 或者没搞这么轰动的梅艳芳的哥哥梅启明 昨天有一宗很激烈的新闻 说他入稳高等法院 控告制作这一套梅艳芳电影的安乐影片有限公司 说他涉嫌侵犯他所持有的梅艳芳商标 甚至乎要求赔偿 这一宗新闻一出之后就全城闹爆 我们昨天有一节特化节目也有说 法律上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人情上 老实点说 你这样做真的很赞格 很明显是比较淡电影公司 或者去到这个时候才作出入品 我觉得导意的方面 真的太过离谱了 没错 真的太肉酸了 我觉得 就肉酸了 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 很明显是明眼人都见得到的 就是为了钱而已 对不对? 对啊 再者看到人家的票房和口碑等等 可能往后延后的收入可能更加多 你提出这个时候要赔偿 那即使人家赚得越多 赔偿就越厉害了 对不对? 对啊 人家花了这么多心血 去拍出一部电影 而且梅艳芳也是 非常受香港人爱戴的一位明星 有这部电影推出之后 也都令到很多人有个机会 怀念一下他 谁不知这个人就现在 杀出唯妖 说控告有关方面 就是这间电影公司 哇 你这个人都真的 懂得计算 真的很懂得计算 其实他和梅妈一向都很懂计算 哦 是啊 两个都证明 很厉害 有他们的生活费 可以提升到 由七万一个月到二十万一个月 我应得的 是的 我们接下来有一节 应该会讲一下他们 不够的 是啊 心努力情究竟是怎样 不是说不够 他说 啊?七万一个月? 我还差个黑衣啊 哇 黑衣啊 你记住 港币啊 不是韩的汪啊 哎呀 七万港币一个月 你告诉我 那是个黑衣 那大把人真的 不是地底泥 那是 黑衣平时每个月的收入都黑成十万 那他拿七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个黑衣 但是香港不是嘛 哈哈哈哈 那这一句说话 就是梅妈的经典 那好了 那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梅妈一向和梅启明 是拍照的 对于打官司和争取钱那方面 哈哈哈哈 两个很合格 是啊 真的很合格 但是现在我们都想到了 梅妈已经98岁了 你说现在每个月呢 比20万或200万一个月呢 会不会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呢 老实说 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98岁的闭妇 你说那些钱可以怎么花呢 你说每年玩有世界呢 因为我都觉得梅妈都没有这样的体力了 平时都是打麻将啊 过日晨一天的 我相信很多人就说过 梅妈都很疼她的儿子 不知道会不会 常常给她的儿子呢 儿子都很大小 是不是这样呢 哈哈哈哈 大小那方面就一定的了 还有另一方面 他们两个 就是梅妈和梅启明 都和郑秀文的一首歌的名字一样的 什么歌 对了 热爱赌 热爱赌 赌钱的赌 原来是这样的 对于这件事 过瘾在什么呢 大家其实就在想 会不会是梅妈是幕后指挥呢 梅启明这件事的入品 哦 是的 然后媒体马上叮叮当当地打给梅妈 梅妈是不是手机不会用WhatsApp 应该不会输入法 这个不知道 不懂输入法都可以用语音的 是的 可以用语音 那马上就追访梅妈 咦 猜不到 有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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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呢 他自把自为 这次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说 他财迷心窍啊 哇 哈哈哈哈 哎呀 好奢 不过我认为 有其母是哪有其子的 是吧 是不是跟你学的呢 哈哈 我相信内容了 不少也会学到的 是啊 就是呢 做家长的 记住 就是呢 香港说样啊 药阳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原来是跟随你学的 是吧? 是的 做坏榜样就是这样 我们记住,他们也住在同一间屋 没理由不知道 不过,儿子隐瞒妈妈去告这间公司 我觉得是不奇怪的 因为儿子的年纪都非常大 事实上 还有,她的房子可能颇大 二千尺,又有花圆 好疏干 会不会比较疏离? 不是疏离,是疏离 你睡这间房子,他睡那间房子 可能要走很多路才能见到对方 又可能怕药油味 哎呀,你很臭 哎呀,呦呦呦呦在房子里 因为梅妈最近好像有两个星期就进了厂 就说因为天气冷,老人病 其实都98岁了,你给现金 港元,或者美金也好,黄金也好 他都可能没什么用 你给纸做的,他反而还好一点 遲些又有个准备 对吗? 是啊,没错 哎呀,我每个月7亿不够用 要删10亿 每个月7亿不够用 要报梦给你听 啊,启明,多笑点给我 可能有些人说,你这么黑心的遭梅妈 坏点说,都98岁了 有些什么都是笑SONG 那也是的 对的 那我们再说一下梅妈怎么说 我们可以再有两个角度去分析 所以现在五十五十 我们很需要各位网友 集思广益 看看觉得是怎样 梅妈的意思是怎样 说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非常的怒气 98岁一出院都这么有中气 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在外面自发自为 没有跟我谈 我跟她不对 哎呀 然后记者就说 不是,她说2004年的时候 已经拥有梅艳芳的商标注册了 然后说 哎呀,她不知道她没有跟我商量 大大声就罵 哦 这样啊? 咦,没理由 不如我们给一点点 那台街梅妈 其实她也接受过访问 说自己是有梅艳芳的商标注册 是她和记者说过的 哦,这样 可能她老了,忘记了 总之没有跟她商量 会不会没有商量 就是可能她要跟电影公司 扎盈要赔多少 有可能 可能我们要利润的一半 哇,要不要抢 错,比她要抢 好过去抢 对了 接着梅妈说 原来她也不是她 从儿子身上知道这件事 她说原来是朋友 告诉她才知道 儿子有这样的行动 真是可憐 老尼的儿子完全不理 她是狗不理 怎么搞错 说人家是狗不理 真的,梅妈她的生活费里面 是要养两只狗狗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那时候看到那个名单 是有两只狗狗的 你看梅姐多好 跟你想起 狗都帮你想起 你怎么安排 还想怎么办 所以这些人 我觉得相当离谱 好,再问你 你同意她这样做 我当然不同意 她搞什么都不关她的事 为什么她告人 接着记者再问 你会不会打给她了解一下 我心想,为什么她打给她? 是同一间屋 她在想,但我阻止不到她 她才迷深笑 哇,这个妈妈的故事 很发人心性 为什么儿子会去到 那么财迷深笑 一个个洞 心里面的洞 要发金光 也是 我觉得做人家长 不可以这样 让儿子看到 他们搞这些官司 对于梅姐的遗产 那个财迷深笑的程度 是多少年? 这个新教 用了多少年? 续续用了17年 是啊,死心不死 其实17年 为什么她不好好自己 想想想 怎样做小生意 或者找份好工 甚至乎梅姐留下这么多钱 都有时间去读书 读回大律师 都还可以 应该都够时间 是吧? 她是不会的 这种人 始终都是 本身都是 剩下这么多 又够花 只不过就是要斩 每个月一个定额 但是她觉得不够花 所以才博得博 希望拿多个钱 就拿多个钱 反正平时 根本都不用拼了 事实上已经上了岸了 所以她们不会这样的 就过着一种休灾游灾的生活 有空就去 搞些这样的事 做些这样的新闻 就是为自己 看看可不可以争取多两个钱 唉 不如这么辛苦 打官司 不如去找份工作 或者想想一些投资 他不用做的 他不用做的 真的不用做的 他就是可以 严格来说 就是躺平 我就是躺平 有大把钱 梅艳芳只剩下这么多钱 花多少钱 花不花 有空找些东西 慢慢花 但又不知为什么 他都很急着 要放在自己的袋上 不太明白 究竟是什么心态 是不是就是说四个字 对 财迷心晓 完美演绎 17年的身教 所以梅启明 真的已经学足了你的神髓 好了 问完梅妈之后 其实电影公司 已经回应了 就说 其实一直以来 就着这套电影 由开拍到上映 所有东西都是跟随法律程序 可能其他不同的细节 可能暂时不能够说这么多 可能进入了法律程序 照计都跟随的 很简单 一家公司 你要用一个人 或者一些涉及一些肖像权的东西 你说会不会有一个法律团队去帮忙 我相信是必定有的 你一般电影公司 对这些事自然很小心 而且一投资这么大笔钱 在背后 涉及这么大量的金钱 这些一定是会做足了的 我觉得这种 会不会有法律问题 即和梅启明之间有法律问题 我相信这个风险 也可以处理得到 最主要是梅启明自己才迷心耀 这次贪心也是贪心 这样也要告一大烂餐 相信法庭会给一个公正的处理 有些说法就是 如果这样打下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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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财迷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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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他打算索償多少钱 日后的事 怎么会这么快告诉你 他现在要看电影公司 在这次拿到多少票房 来设计计数机 或者问律师应该如何好 拿一个对方愿意给 来到和解的钱当然是最好 或者知道也不告诉你 接着记者就说 梅妈说不知道你入殡这件事 也说不知道你竟然要告人 梅妈还在骂你财迷心笑 梅启明想了想之后 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 他当然觉得没问题 我承认财迷心笑 那怎么办 有什么问题 我是财迷心笑的 你真的认识我吗 你出来做记者 你不是不知道我财迷心笑的吗 弱智的 你发工不是为钱的吗 我发工不是为了 你终于打热锅 你是不是做什么 不收钱 这几个我帮你加进去 接着记者就再问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是什么误会 梅启明说没有这件事 没有误会 我和他一起住的 天天都见面 也有提到 他最近有两个星期入院 就说到天气转冷老人病 那是不是这两个星期 梅妈在医院的时候 屁屁痕就搞这件事 还是怕惊动去老人家 就没有提他呢 那这就是一件事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一表面那一层 看到梅妈 梅启明还有记者 甚至乎电影公司方面的回应 究竟是怎样 记者就可以先拼在一边 他们都是来打工的 这三方面的说法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角度去看 大家听到了 刚才财迷心销这四个字 我想香港的梅妈认了第一 认了第二 应该都没有什么 谁已经敢认第一了 是不是 就算梅启明也不敢认第一了 是不是 我想是 没错了 好了 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想一想 咦 会不会梅启明这次是有高人指点呢 呃 不奇怪 好了 如果这个高人的话 很明显就是梅妈了 如果梅妈这次又骂财迷心销的话 那会不会是你们两个 在那里扯猫尾呢 扯猫尾 猫尾 有没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但是有没有必要呢 有没有必要扯猫尾呢 我觉得 会不会找多点呢 不会的 你扯猫尾 我觉得 那找不找得多呢 就是一件事 他们最重要是淡化到梅启明的压力 对吧 即使这样 有时候有些事情 子坏了 全城都说要遗答他 如果呢 妈走出来 就是 臭小子 财迷心销 即是妈妈打得最大力的 哦 也是啊 其他人那些就不理他了 妈妈都说他财迷心销了 拿拖鞋打他的头 哈哈哈 那立刻可以舒缓一下 舆论压力 不过我始终认为 他们有没有这么聪明啊 我有一些保留的 可能也不一定的 大家觉得有没有机会呢 是梅妈和他来一个扯猫尾 然后呢 扯完猫尾之后就会来一招了 梅启明 就是回马枪 再赌回电影公司 然后梅妈再赌多两个东西 之后梅妈就说 你这个臭小子真是财迷心销啊 然后又说 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呢 又无限禁销 然后呢 变了那个角力 所以我们看到吗 今天媒体已经马上 财迷心销这个字 即是梅妈扎烂梅启明 已经掩盖了 她的儿子 去追讨电影公司的不适合 到以上的不适合 记住 挺好 立刻卸一卸动力 是很厉害的 如果他们真的两个扯猫 夹在一起这样做 那真是高张了 他们的高张程度 我想是超越了一般正常人的水平 即是七万一个月 刻意到不适啊我 哈哈哈哈哈哈 不够用啊大佬 只有七万 不够啊 还有啊 梅姐走了没多久呢 他们说要求那些钱的时候 梅妈提出了个很惊人的举措 刚才台阳在这一节已经提了了 是真的啊 她都说了 我希望拿一笔钱出来 八十日环游世界啊 哦 如果你每个月七万元都可以环游世界的 其实是 但是你八十日走光了 就好像赶了一点 赶了一点 不要紧的 没问题的 赶不要紧的 给多点钱我 有最好的服务 那就没问题了 没错 那大家一起留言说一下 究竟会不会是你们两个扯猫 我觉得呢 有少少一阵味啊 没理由呢 你完全不通知梅妈的 到时梅妈说啊 到时啊 拿到筆出来的 我的位置要弄个漂亮点啊 那个钟呢 都要弄个高级一点 要肉气来做的 就是所有东西都要最高级的 到时啊 搞得好好看看啊 这些了 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那些是想这一方面的事情了 就不会再想 去享受些什么美食啊 或者怎么样的 最重要呢 舒舒服服 走得舒服 那就OK的了 是的 没错 最近好像被人见到 梅启明 就和一个女士去买衣服 然后又被一些记者见到 又问她 我们还有一个 可以去想一下 为什么梅妈 会这样骂梅启明 会不会呢 就是梅妈 知道了梅启明身边 出现了一个女伴 而梅妈也不喜欢这个女伴的话 也都可以在媒体上 大骂财迷心脅 因为怕儿子 到时自己 两脚一身的时候 儿子 会不会旁边有这些 花枝招展的人呢 把她的钱又困了一点呢 嗯 有时人就是这样的 冤枉来的钱 就很容易有瘟疫去的 哈哈 毫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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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 所以她要训练到儿子 有这么财迷心脅 得这么财迷心脅 等着想 我宁愿她去骗人钱 她去困人钱 到时她的钱被困了 会不会呢 有这样的机会呢 也有 我看来也有一些 真的 所以呢 有梅妈这样的妈妈呢 很难得地 有梅姐这么有仪器 这么说朋友道义的人呢 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了 可能梅姐 是见得一些江湖人士多 过见她的妈妈 也不知道 所以 是的 我们有机会再说一下 其实就算她们小时候成长的阶段 都不是这么多跟妈妈聊天 梅姐 是靠姐姐跟她做中间人 转话比较多 可能家庭关系并不是太好 所以才是这样 是的 我们有一节 会再详细分析一下 梅妈妈是否成魔之路 梅妈去到这个年纪 就不要想着这么多钱 因为有一句说话叫做 财多身子异 但是她财也算多 身子也尚算强壮 因为强壮 我们要说一点 她生活的清单 她说7万元就是乞业 乞业 她要再多些钱 因为其中有一项的开支 就是人心 怪不得可以有高消费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老当益壮 没错了 厉害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做一节 梅妈的成魔之路好吗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